請問 請問 請問你律師做了什麼事情會變成綠離子 律師做了什麼事情會變成綠離子 CF 發生啥事 11 11號 起立 你可以站起來說不知道 我不知道 站看著看著我 不要看著我 你羞怯喔 你會不好意思喔 感覺不會啊請坐 帶負電表示得電子 帶一個負表示得到一個電子 所以他是得到一個電子 變成綠離子 CL負一個負 帶負電表示得電子 一個負表示得一個電子 所以綠原子是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得到一個電子 然後就變成所謂的綠離子 停車再借問 納的原子訊 11 納離子 NA症有幾個子子 幾個電子 幾個子子 幾個電子 這個也算是古時候交過的事情 我們請 我們請三三 三十三 十一個子子幾個電子 十個電子 請坐 原子訊 十一代表直指數 十一代表正常電子數 也是十一 一般的原子直指數等於電子數 NA症表示帶正電 表示失電子 正一 正一個就是失去一個 所以十一個電子 失去一個就變成十個 直指沒有得到或失去 就維持十一個 所以那裡只有十一個直指 十個電子 十個電子 OK 這些都算是以前就交過的 以前就交過的 OK 這個勉強算是以前沒有交過 因為現在你換算 那裡換算 一個鈣離子是有幾個基本電荷 等於幾庫的 你要背 一個電子電荷幾庫的 一個電子電荷是有幾庫的 剛才有講說 你最好把它背下來的那個 來停車站接問 是多少呢 有幾個基本電荷 然後等於幾庫的 然後等於幾庫的 分號 八 齁 第一個幾個電子電 幾個基本電量 幾個啊 二十個 兩個 那幾庫的 幾庫的 一共是吧 三點二乘以十的 負多少 該背不背嘛 請坐 你可以回去沒有背 一下沒有背起來 你可以回去看的 剛才抄的啊 兩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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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在這裡會問各位的問題 理論上呢 一大半都是以前學過的東西 就是那個得電子 失電子 然後幾個電子電量這樣子而已 然後呢 背一背 一個電子電量幾庫的 一庫的 是幾個電子電量 以莫爾是多少庫的 把他背一下就可以了 OK